在我們自家公司 哈囉 這樣好像是在拍賣 本次團的各位車友們 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安 今天我們又來安裝 人氣最高的氣壓式的避震器 那這一套的避震器 安裝了車款好了 車款這一套是奧迪的Q7 這一台的話跟 鎧燕 保持節的鎧燕 底盤也都是共用的 那這個4M的系列 它的前面懸吊系統 是雙A倍的懸吊 後面的話 一代 957跟958的鎧燕 彈簧跟避震器做成一體的 但是到了這個4代 它的彈簧跟避震器 改成一個多連桿 彈簧跟避震器是分開的 所以它車室裡面的 空間會稍微再大一點點 所以這個也是 也算是目前的一個 底盤設計的趨勢 那這一套的氣壓系統 這個是我們小編幫忙把它 呈列出來 因為應該有很多車友會詢問 然後這個是Pump 這個是 這台車其實是明天要出貨的 Toyota的RAV4 所以這裡面的內容 只有沒有包含到 避震器的主體而已 因為避震器的主體 每一台車的 懸吊系統跟設計都不太一樣 像RAV4的5代 它後面的話 彈簧跟避震器是分開的 這一顆就是後方的氣囊 它是下方還有一個滑石可以鎖附的 這個是前面的氣囊 它跟這一台奧迪的休旅車是一樣的設計 那我們也附一個氣筒 這個是儲氣瓶 然後管路的話 是要這裡有管路 這個是固定 這個氣瓶的一個固定扣 我們報的費用 6萬8千塊 真的算是全省最低價 如果有業內的話 打到業內 再請多多包含 因為我們只有做100套 100套這個價錢而已 今天是9月8號 今天9月8號 我們開賣大概才10天 不到10天 可是已經賣了大概20幾套了 有很多的車友都已經附訂了 所以都陸續在準備當中 這一套的話大概是一個多禮拜之前訂的 這裡都還有一些零件 這個是因為這個胖腐也要插電 所以它是系統 直接有附一個 搭電瓶正電的一個系列 所以它其實都寫得很清楚 像這個的話 這邊的話是接正電的 然後這邊是接離類的 計電器的 所以它都有很多的配線方式 是已經都提供給祭司們來當參考 這個是點火線 這個是接ACC的 這個是接電瓶正電 這個是接地的 然後這些插頭 幾乎都是防呆的 這裡還有一條線 這條線是接到系統 接到控制系統 然後可以有遙控器 它也可以插車上當一個遙控器 這個介面 是它有三段式的記憶 一、二、三 它這個是四輪獨立可以車高調整的 這個是左前、右前、上下 還有右後的上下、左後的上下 那還可以進去它的功能選項 可以制定一個氣體、氣頻的壓力 那如果用手機的話 也有這套還有包含App 它的頁面的話 它可以到App裡面去下載 但是安卓的系統現在已經上線了 可是iOS、Apple的系統 大概還要在一個月左右 它的介面一樣會有三段式的記憶調整 跟這個其實都是相同的 功能都一樣 只是頁面不太一樣而已 這個是前面的上下、後面的上下 都是四組的 都是四輪可以獨立調整的 那這裡的話會秀出啊 它的壓力值 單位的話是PSI 它的單位後台也可以修正 它可以從後台啊 來制定一下一些功能 氣棒的壓力 有很多的功能都可以從手機 或者是有線的遙控器上面 去做設定 那如果啊 線上有對氣壓有興趣的車友們 歡迎立刻做提問 因為剛好有東西啊 可以來介紹給車友們 那我們再來就來介紹 這台車安裝的一些細節了 車主的話本來的需求啊 是裝了備飾燈的 這個也是蠻貴的 但是乘坐起來 經理也有實際來試乘這個車 才能夠了解到車主想要的感覺是什麼 這台車的阻尼啊 做的overdamping 做的非常非常明顯 我們如果常常在舉例的車款 就是賓士的W205 W205的後懸吊系統的彈簧 其實沒有很硬 可是它的阻尼很硬 這台車啊 它的阻尼啊 更是誇張了 它的阻尼的話 已經你大概60公斤的體重了 壓不太下去耶 它的阻尼做的很硬 所以這台車可想而知啊 這個是後方H&R所配的彈簧 可想而知這台車啊 在高速的時候一定很OK 尤其是車主已經升級了22吋的 鍛造旅圈還有煞車全部都已經強化了 避震器雖然已經強化了 可是啊 這套系統如果在國外的道路品質的話 在日本也好 在德國也好 這套避震器絕對非常的適合 那在台灣的話 高速光路一定也表現得非常好 可是 在台灣的市區道路 或者是郊外的道路品質啊 路況沒有那麼好 所以這一套的乘坐起來的感覺 跟經理那時候乘坐起來的感覺 很接近喔 就是它低速的時候啊 會比較顛 因為它的阻尼啊 做得很硬 所以 再加上彈簧的磅數也有比原廠略高 所以它在低速的時候的 乘坐感是還蠻顛的啦 但是還如果 以經理比較熱血的一個開法來說 也還不至於會到不舒服的程度 可是如果做後座的乘客 或者是家人呢 他已經習慣做原廠的避震器的話 那這一套對車主來說的話 或者是對乘客來說 可能就有略因一點點 可是這個這樣的設定啊 在高速的表現 我自己認為一定會非常好 但改了KT的氣壓之後啊 有幾個好處喔 第一個 鼠尼啊 這個軟硬度 是能夠調整的 第二個 車高也當然也能夠調整 因為氣壓就是要讓它車高 自由的調整 那氣體壓力的多寡 假設這個是後方的氣囊好了 那我們把這個壓力啊 打到比較高的程度 它就很硬 它就好像是彈簧的磅數比較高一樣 如果我們把氣體的壓力啊 放到很低 那它就好像是彈簧的K值啊 降低的比較低 所以氣囊的功能 不只可以取決於車高 那它也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可以藉由它氣體的壓力啊 來控制它的軟硬度 可是這一個也不是說我要很軟很軟 把它的氣壓放到二十幾三十幾 不行 因為它還是有一個範圍在 如果我們把氣體的壓力 放到二十psi好了 那它一車子重一壓下去啊 它可能把它的作動的行程都吞掉 那也不行喔 所以這個有很多的安裝的技巧啊 氣壓的避震器是跟一般的避震器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一般底盤失附 我們了不起就 底盤的部分的話 輪胎啦 煞車啦 三腳架啦之類的 這個都會維修 但是氣壓避震器 還有一點要比較特別的地方 它還要拉電路 雖然這麼簡單齁 就只要正電啦 還有一些類似有半防袋的插頭 把它插一插 幾乎啦 就可以作動 可是要從車底啊 底盤的系統 拉一條管路 拉一條電線到車體裡面 也得要很多的緩解 才有辦法串連起來 才有辦法安裝得比較完美 所以氣壓的安裝 的確啦 有不少不少的一個門檻在 那KT的話 目前在台灣的話 我們大概有五個 授權認可的 氣壓安裝據點 如果想要知道的話 車友可以詢問我們 這個是 氣壓的部分 那 後面的話 跟前面幾乎已經安裝好 可是現在還沒有打氣 現在只是把它先基礎安裝好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 系統的一個鋪陳 電燈 因為這台車的配備還很高檔 所以它還有重低音 所以車室裡面的空間 只有剩下一點點 所以我們把 氣瓶安裝的位置 安裝在這裡 那這個是電子板 然後就可以拉到下方了 它的電瓶 這台車是在 副駕駛座的腳板下方 所以需要拉一條正電 從前方拉到這台 來給系統來使用 所以它要拆的東西也還蠻多的 這個鋁圈應該也要特別介紹一下 這個是22吋鍛造的鋁圈 很漂亮 好 那後方的話 這一個世代的底盤 剛剛有說了 彈簧跟避震器是分開的 不對 現在應該是說氣囊 氣囊跟避震器是分開的 那這一個行程 我們有把它拉的長一點點 好 好 來 好 那這一個是上方 這個要沿用原廠上座 這個機構 就好像是 VH的系統 它都會有後方的話 如果彈簧跟避震器分開 就類似這樣的設計 那在上座這裡 這裡有一顆旋鈕 這顆旋鈕 就是在調整阻尼 後面的阻尼值 然後這個是後方的氣囊機構 它的下座是有一個特殊的斜度 如果鏡頭從這裡拍的話 它這裡是做有一個斜度的 它的支幣跟這個不是平行的 W205的氣壓 W205的氣壓或者是 W213的氣壓 它的下支幣跟氣囊 也都是做有一個特殊的斜度 這個斜度的話都要做得精準 才有辦法安裝得比較完美 那這個本來是彈簧 它上方跟下方都各有一個橡皮 可是上方的橡皮需要沿用 它剛好可以框住這個氣囊的孔徑 讓它不會晃動 下方的話就不需要了 下方的話是還有另外一個 大型的專用的滑絲 可以框住它的這個下支壁 讓它不會晃動 下方的話會鎖一顆螺絲 讓它的氣囊能夠固定好 所以這個是後方懸吊的一個設計 那這台車像這樣彈簧跟變性分開 如果上看經理直播的話 還有一個重點跟一般的拖一幣一樣 它需要設定好它的行程 那如果有技師他想要了解這樣避震器的話 這一段的影片請特別注意一下 這個區段銀色的這個叫活塞桿 這個活塞桿指的是它作動的行程 那如果待會再把氣體壓力打到差不多開起來 是很OK的程度 合理的一個作動的行程 譬如說我再來降下來之後希望的車高是三指幅 那三指幅的時候它所作動的行程 會希望坐落大概在一半的地方 這個就是搭配起來跟氣囊搭配起來 比較完美的一個乘坐的感覺跟區段 所以在氣囊跟行程搭配上 說真的還有還蠻多一個小細節需要特別注意 所以這個也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沒有在很多的銷售體系裡面開始慢慢的鋪貨 因為要安裝KT的一個氣壓系統 一定非得要認可才有辦法做銷售 因為這個還是有很多的安裝的一個細節需要做討論 不然我們後台的一個小編群會消化不了氣勢所詢問的這麼多的問題 所以暫時的話台灣只有五個可以安裝氣壓的據點 好這個是後方的部分 前面的話比較單純一點點 前方的話它的彈簧啊 它的氣囊 它算是一個多靈感的雙A懸吊 氣囊機構在這邊 它還有一個上座 基本上這種車的話通常它不會有上座 但是這台車它有做一個上座 那跑線的管路跑的位置是在這個地方 這裡跑到車體 那我們在管路的包覆的話 會希望外觀的話 外面的話再包覆一個石腹管 讓它避免它的一個管路 會受到飛蝕 把它用破或什麼之類的 在這個地方 這台車是四輪驅動的 所以它的前面的一個邊際的懸吊系統 就好像是W213 四輪驅動一樣 就跟上個禮拜 上上禮拜 我們所做直播那台143一樣 它的懸吊系統要閃過前面的傳動手 那它阻尼的調整的話 在上座 那邊的話會讓它原廠 那個應該是ECU吧 長那麼高 那邊的話會遮住 這邊的話就看得到 是在這個地方 拍得到嗎 有點難 反正就是在這個區域 這台是V6的TDI 才有引擎 所以可以從這個地方來做阻尼的調整 可是駕駛座那邊的話 可能要拆一點東西才調得到對不對 它有ECU 原廠的ECU把它遮住了 今天沒有什麼問題 有人有問題嗎 你不要拔倒了 拖到你的鞋帶 小邊快跌倒了 沒有什麼問題 那如果 如果車友們針對這些氣壓的系統 或者是安裝的細節 或者是調校之類的 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很歡迎跟我們聯絡 那如果有想要看這個降下來之後 帥帥趴在地上的照片 再跟我們小邊一樣 或者是我們待會有補照片的話 試車完畢之後 再分享給車友們 以上是今天的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拜拜